4月21日,歌手海峰的妻子文子发文透露自己被抑郁的情绪困扰,一直都很压抑,抑郁的情绪说来就来,也许从未离开过。 不过是因为要继续生活,一直压抑,压抑,好想找个地方躲起来,没有光,没有声。 海峰去世已经将近一年,妻子却还未走出压抑的情绪,令人十分的担心。 海峰去世之后,文子便很少攻心动态,偶尔发文几乎都是表达对丈夫的思念。 就在本月16日,文子还点赞了一条关于如何面对抑郁症患者的动态,这也说明他一直在关注着相关话题。 今年3月份,文子还发文为长子馒头庆祝十岁生日。 合影中,文子美丽依旧,笑容也非常的灿烂。 海峰走了之后,文子一个人要照顾两个儿子,内心还承受着思念带来的煎熬,可以说是非常的坚强和不容易了。 为了让儿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文子还把儿子的小伙伴邀请到家里,和儿子们一起庆生玩耍,两个儿子玩得都十分高兴。 海峰出生于1981年,音乐制作人前浙江卫视《我爱记歌词》领唱。 去年5月26日凌晨,海峰不堪抑郁症的困扰,纵身一跃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年仅40岁,令无数网友为之惋惜。 据悉,海峰和妻子文子青梅竹马,两人感情极佳。 自从海峰去世以来,文子不时地会分享与丈夫昔日合影,表达对丈夫的无尽的思念,总能听到你的声音,可是看不到你的样子。 你跟我玩猪迷藏已经很多天了,一直找不到你,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? 去年,海峰好友杨培安曾经分享了海峰的墓碑,上面写着先夫刘海峰之墓,落款则是爱奇文娟鞋子。 很多粉丝看到后都忍不住地落泪。 海峰和文子育有两个儿子,长子馒头今年已经10岁了,次子才年仅5岁,两个儿子都像极了海峰的复制粘贴,如今照顾两个年幼的儿子的重担落在了文子一个人的肩上。 可以看出,两个儿子都非常的懂事,性格开朗乐观,相信在天堂的海峰也会感觉到欣慰。 受到父亲的影响和熏陶,长子馒头快音乐。 妈妈和奶奶都不时地会晒出他弹琴的画面。 海峰出生在文艺世家,爸爸是唱京剧舞声的,妈妈是唱轻衣花旦的,爷爷是惊呼演奏家。 也因此,海峰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,14岁时开始学习钢琴,1996年组建子羽乐队并发行。 在江西音像出版社担任音乐制作人,辞职后前往杭州组建多个乐团,同时开始研究古典音乐。 海峰还是我爱记歌词的音乐总监,领唱,乐队键盘手。 作品包括《现在到以后》、《天堂际遥》、《遥远》、《奔向爱海峰》、《了无痕迹》等。 知情人透露,最近几年海峰发展得不是很好,去世前遭受抑郁症困扰多时,这期间他仍然坚持创作,但最终没能战胜抑郁症,选择了纵身一跃的方式解脱。 无论如何,愿海峰在天堂能够自由自在地继续唱歌,也希望文子能够早日从压抑状态中解脱出来,两个儿子茁壮成长。 好了,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,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,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、留言、订阅。